今天你们来是宣传这戏 王海涛今年四十几 四十一 四十一 是吗 他都忘了 还得把实话说 人家别的组一宣传来跟打狼似的 呼噜呼噜 我见过来十好几位都坐满了的 你们这组就你们俩来的 我们也有狼 有狼吗 七匹狼 狼来了 今天还有谁啊 群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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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像组里来了一大帮人 对啊 只要挨个儿请都请不过来了 咱们这样吧 据说你们导演来了 我认识你们导演 我们当家的兄弟 郭敬宇 他带着几位主演来了 咱们掌声有请郭敬宇 以及王海涛 激光 说错了 咋的 咱是这戏编剧 你是编剧了 导演是我授业恩师 黄建忠导演 黄叔叔是导演 黄叔叔是导演 他让我今天替他来问候 天天卫视所有观众 谢谢谢谢 我代表天天卫视 谢谢你哥们 还有人吗 就你们两位啊 还有两位 还有两位 他们刚才被通知的是教导才下 是男的是女的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单独在上面了 我看 我们一起请出来跟大家见一面 那有请高虎等人 好呀 我两个 跟两个 你们见 你好 出事了 太热情了你们说 你们说太热情了 你看把你给耽误了 这个非常开心啊 王海涛今天41剧组全来到我们这了 今天这个来这帮人呢 我有认识的 我有不认识的 高虎兄我们认识 当初一起拍护三娘与王莹的时候啊 我演王莹 有姓跟刚哥 对 他演护三娘 你看他呛吧 这是我本家兄的啊 我们俩差不多 比他大一点有限 这个你们就分别介绍一下吧 好吧 介绍我媳妇 挺搬带啊 娜娜小姐 她是你媳妇 那怎么她瞪我啊 这是 这是我丈夫 祝你们仨快乐安全 不许胡闹 还想着演戏啊 那个我们往国家 已经一向都尊重女士啊 就是就是 这是我太太 瑞雷娜女士 我们俩还真是 真是两口 铁梨花这一部戏 都没有一起做一次宣传 今天奉黄叔之命 我们两口子一起来卖力了 把疗啊 他俩穿成情侣装 对 对对对 他怎么这么乱的 没啥关系 没有关系啊 戏也是我媳妇 戏里边 你演的他媳妇 戏外边呢 你是他媳妇 我还没同意呢 戏里边说 有可能会成为你媳妇 要看你表现 对 你发现你媳妇 我咋都不知道啊 这一声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等于戏外边 她是你媳妇 还没成功呢 是吧 是吧 是这个 成功了 我们俩 他们俩演的是两口子是吧 对 等于是你俩不两口子 不是我们俩演的也不两口子 也不两口子 也是也离了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啊 一个这么和谐的电视剧 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多 这还能播出吗 他演的谁啊 我是他妹妹 也是他弟媳妇 你是你妹妹 是我妹妹 也是我兄弟媳妇 也是你兄弟媳妇 我们俩这是亲切逐脸 那是我姐夫 这是我姐夫 你等会儿 我想着跟你们 别哭别哭 你这是一个神话 伦理 好不好 来这么多人 我得慢慢地认识认识你们啊 这是也坐不下 咱们给两分钟的时间 咱们跟乾坤大挪移换个座 我们好好聊 好 还有一四十一只花 而王海涛 面对家庭 婚姻 亲情所付出的 却让这只正在盛开的鲜花慢慢枯萎 也为好男人再次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权势 我王海涛今天四十一 该来的不该来的都难过 八岁我死了爹 我十岁又有了后地 十一岁 我就不上学了 我绝对不用回头吃你这个草 放心吧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三天正在赶紧搬走 我头可断 血可流 昏不可覆 我王海涛绝不像臭知识分子低头 我爱你 谁让他回头做的 妈 你赶紧跟替我跟他说 当然 你赶紧跟替我跟他说